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而在这之前 圣火令带给中土明教的作用其实并不大 但由圣火令的遗失带给中土明教的影响和后果却是十分的严重 明教接连三任教主很可能就是因为此世而死 圣火令来自明教波斯总教 丐帮却因此物与明教结下两子 中土明教源自于明教波斯总教 明教传入中土之后 波斯总教为了让中土明教得以扎根发展 将明教护教神功乾坤大挪移心法 以及十二枚镇教圣物圣火令传与中土明教的教主用以镇教 圣火令已因此成为中土明教教主的令不信物语象征 中土明教教重见圣火令如见教主 这十二枚圣火令乃当年波斯山中老人霍山所著 他在其中六枚上刻了他毕生武功的经谣 只是这十二枚圣火令虽随传入中土 但在年十日久之后 中土明教中以无人识得六枚圣火令上的波斯文字 只认为是总教圣物 刻有总教教令 中土明教因而也在空白无字的令六枚圣火令上刻了三大令 五小令的中土教规 中土明教对圣火令视为至宝 很大可能是向来借由教主随身携带 以显身份之正宗 也是以防有撒野之人冒充教主之举 也是这个原因 在中土明教第三十一代教主是教主时 才会将圣火令给遗失了 其实与其说是遗失 倒不如说是在他身上被丐帮给抢走了 根据小说设定 杨鼎天乃是中土明教的第三十三代教主 他去世三十年后由张无忌接任教主 以杨鼎天的任期做大概参长 一任教主大约任期二十年 那么第三十一代石教主 被丐帮抢走圣火令的时间 至少也在当时的七十年前了 那时候大约是在襄阳城破的十年之后 根据连载版倚天屠龙记小说的设定 那时候的丐帮帮主应当是石火龙的前任帮主 耶律奇的儿子耶律渊如 不过以神雕侠侣结束 耶律奇和郭不尚未有子来推算 向阳城破十年之后的耶律渊如 也只不过是最多十八岁的少年而已 因此抢圣火令的应当不是耶律渊如 而只是帮中的弟子 其实也很可能就是因为帮主年少不能主事 对下面弟子放纵过度 才发生了帮中弟子抢明教教主信物这样的事来 当然了 明教历来因形式作风诡秘 与武林门派多有冲突 慢慢被武林明门视为邪教 该帮历来以正义自居 对明教多有误解 以致抢了他们教主的信物也是有的 反正就是这样 明教时教主随时携带的十二枚圣火令 就被丐帮弟子给抢走了 由此可见 这明教第三十一代教主的武功 也是稀松平常得很 他的乾坤大挪移 估计连第一层也没练成 不过 丐帮在抢走圣火令之后 却没有留在帮中多久 他们抢到明教的那十二枚圣火令之后 应当是公开显摆炫耀 结果被一名波斯商骨一中看到 他看到圣火令上刻有波斯文字 认为大有来源 于是便暗中怂恿贪图钱财的 丐帮弟子偷出 卖给了给他 而这名商骨得到这十二枚圣火令之后 将他们带回波斯 辗转就被波斯明教总教所购得 自此到张无忌之前 这十二枚圣火令就一直留在了波斯总教 而丐帮却自此与明教彻底结下了梁子 后来丐帮之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 声势日威 就很可能是与杨鼎天明教的崛起有关 由此梁子 明教自然会打压丐帮的 而丐帮没出现雄才帮主 自然很难与雄才伪劣的杨鼎天 声势日龙的明教相对抗 为了到波斯总教赢回圣火令 中土明教却带来不少严重的后果 再说这总教在获得这十二枚圣火令之后 便通知中土明教 圣火令已被总教收回 但想迎回圣火令 却必须由炼成乾坤大挪移的中土教主 亲自到总教去 三十二代一教主一命 并于杨鼎天修习乾坤大挪移神功有成之后 率众前赴波斯总教 设法迎回圣火令 本教虽发愿于波斯 然在中华生根开之散叶 已数百年余滋 新修版《以天屠龙记》第二十回 波斯总教 缘和要让中土明教的教主 练成乾坤大挪移之后 才能去迎回圣火令 结合后来派戴起司到光明顶的墓地 这其中很大的可能 便是为了中土明教的乾坤大挪移心法 这乾坤大挪移心法 本是波斯明教的护教神功 以上城内功为根基 非常人所能修习 波斯明教的教主 又需由处女担任 数百年间接连出了几个庸庸碌碌的女教主 心法传下来的 辩属有限 既于失传 反倒是中土明教 留得全份 波斯总教在获得圣火令之后 钻研其上文字 十年间 教中职份 较高至北 人人武功陡进 只是其上所记的武功 博大精深 便修为最高的大圣宝术王 也只学的三四成而已 但他们以不到一成的 就传乾坤大挪移武功 各从圣火令上所记载的霍山武功经要心得的两三成武功相结合 却变出一门古怪奇鬼的功夫出来 因而认为 若有乾坤大挪移心法权分 此功夫定能再增境界 于是 总教一心便想要取回中土明教的乾坤大挪移心法 波斯总教 要求必须由炼成乾坤大挪移的中土明教教主 才有资格到总教迎回圣火令 实际上就是想以圣火令换取乾坤大挪移心法 又不想破坏教规 让中土明教的乾坤大挪移断了传承 而后来 总教看到中土一直没有炼成此功的教主 才派出戴奇斯到中土明教总坛光明鼎 为的就是设法偷取乾坤大挪移心法 然而 因为总教的这个要求 不明所以的中土明教 却开始以炼成乾坤大挪移为目标 然后再设法到波斯迎回圣火令 可是修炼乾坤大挪移 必须要有上成内功为根基 方能有所作为 又岂是那么容易炼成的 一代不成 便将此作为一命交与继任教主 代代相传 因此 从31代的石教主开始 到第32代的一教主 再到33代的杨鼎天 都很可能是者在强行修炼乾坤大挪移之上 最终丢了性命 杨鼎天大家都知道 在炼成第四层神功之后 由于撞见他的夫人与成坤偷情 压制不住神功的真气 便引致了走火入魔 临死之前写出遗书 说明一命 其中有一件 便是取回圣火令 随取回圣火令 谁就是教主 杨鼎天之所以这么交代 很可能就是他知道 这门神功难以炼成 不想在他之后 再有教主 为了赢回圣火令 而强炼乾坤大挪移 再网宋性命 索性在最终出现了张无忌 由九阳神功护体的他 轻松炼成乾坤大挪移 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去 总教赢回圣火令 他在灵蛇岛夺下了 总教派出的风云月三十的手中 刻有霍山武功的六枚圣火令 并在小钊帮助下 变成了圣火令神功 小钊代替他的母亲戴气司 接任总教教主之后 将这六枚圣火令赐给了张无忌 最终在小说结尾 又派人将总教中的 另外六枚刻有教规的圣火令 一并送来给张无忌 自此 十二枚圣火令完毕归照 重新回到了中土明教 因此 圣火令在很长一段时间 对中土明教的作用不大 带来的影响倒是很恶劣 不过在朱元璋称帝之后 由于朝廷对明教的打压 明教潜入地下 分支发展 这十二枚镇教圣物的圣火令 很有可能是被朝廷夺走 并销毁了 到了演变成都 日月神教 总谈中明显就在没有圣火令 那么本期就到这里 不知道大家对以上内容是否喜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